我们说这个诀还有一个跟这个很像的 但是这个说法就很乱了 我们只能说从什么上找的原因呢 就是它这个地质藏干 地质藏干里面 这个每一个藏的是什么 这些地质里面藏了天干 这些天干之间的作用 那么这个讲原理就不太好讲了 每个里面藏的都不一样很杂 那么它怎么合呢 就是这个还是上这个图啊 除了这个银身绝 现在市面上 它不认为这个就是安合 实际上这里面藏了心 这个银里面也有饼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 它还是加点雾 那它也可以安合 我们说了这个每个地质里面藏的这些东西 它之间多多少少的产生作用 大小的原因 有没有从两面变成质变 是一个冰还是水 它这个临界点啊 没法去具体去断 但是都会有影响 那么更主要的呢 就指的是这个银跟丑 像安合 这里面藏着几亏心 这里面是甲铃物 它每加几盒 平心盒 我会合 每一个完全对应 这个而且比较特殊 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这个银物 这个丁人 这是丁几 就是人 甲 这完全是六合 其他的呢 就合一个 你看这里的一个字 这比物更 只跟其中一个合 那么所以说呢 甚至有的说子虚合 这个里面 只要有雾 雾鬼就能合 有雾的很多 这个有雾 这个有雾 这叫三合 它就不论 这个 暗合了 当然别的 一次来推 实际上 这个原理也就不过如此 暗合呢 就在地下合了 地下藏的感望 偷偷问 不管好事坏事 它秘而不宣 到最后 等六年大月 或者到时候的时候 它独显出来 如果还 两个之间 还有联系 还有关系 那么到时候 就中创十八 就会重来 好坏都有 看情况 这个除此之外啊 还有一个三刑 这个三刑呢 我看能不能讲啊 就是丑未虚形 然后 这三个 然后 颜色深三刑 你会发现啊 这两个三刑 也是对称的 然后剩下的呢 他们各自独立的 这个脚的旁边 这几个是自行 自己跟过去 过去 讲不通 还差哪两个呢 就还差这个 子某 这中间是空的吗 这一连线 又合十了 因为这是相交 所以这是多一个线 感觉 整体来说 非常的平均 那么就是这些 连线的 像无形 因为 银身呢 它是相冲的 所以不论行 丑未呢 也是相冲的 有冲先论冲 那么就跟中间 这个字产生性 那图圈也很好看 我们这五花都不够圆满 那这个行呢 这就 严四身 叫无恩之行 不讲恩情 这个持世之行 只讲世理 更强调这个 那这个可能 有的时候 多半是 就不讲理的 这个是光讲理 不讲情 这个无理之行 也可以同不讲理 有非理 这个更明显